好,大家好,我叫寇唐 那就是很谢谢奖金烈人的大名 给我一个机会邀请我来 虽然我都说他好,我来 就是过去几年 其实我大部分都是 我们学校系统会 请我回去跟学弟们做一些分享 所以这算是我第一次 跟不是自己学校以外的 大学生分享一些东西 那刚刚有提到 我服务Mapal 就是美商万宝华案 七万股股份有限公司 那我负责的单位是在TEMP的部门 就是人才派遣事业处 那我担任考骚程的职务 那对 我很喜欢收集球鱼 家里有大概四五十件 那种NBA球鱼 所以喜欢球鱼的 也可以跟我稍微讨论一下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自己好了 就是说 像我刚刚有提到一些 同学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印象中有两个人 跟我以前还蛮像 就是我小时候数学也很好 就是我小学那时候是 轮我小数学时间班 对 但是虽然数学很好 小聪明 但是我的学业一直不是非常的顺利 因为刚刚听到有个人 大学念了六年 对 我念了七年 因为我念了三年的大二 对 就是被退学 查大回去 又被退学再查大 对 就是数学的路 小时候是还蛮顺 比方刚刚提到 小学那个念了数学实验班 念了五年 但是小五的时候被提出来 因为国文跟社会太差 对 然后考高中的时候 不小心又没有考上好的学校 然后妈又叫我重考 然后后来 那个高中年考数学满分 对 然后后来 因为一直数学都很好 就去考到文化音用大学 文化大学音用数学系 念到大二 被退学 然后又叉叉考回去 又被退学 对 那个高等为低分 我永远记得 我写了两张 满满的考卷 结果教授只给我15分 对 所以最后我就去念 大业大学的工业工程学系 对 那 我觉得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就是 讲说好 大家接下来出社会也好 找工作也好 做事也好 就是一些方法或态度 就是我常常有时候很喜欢去想一些东西 比方说 你看这个 Making Communicator 这个是以前陈泰银行的一个广告结尾的一个广告 那个片尾的那个 陈泰银行的话它叫Makato Bank 它就是把这句话举前面两个单字 然后当作它的一个企业形象的一个标语 我觉得这很屌 所以人在当兵的时候通常就会很无聊 我会在想说 那我的QOTA我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就是每天会翻出一点 QOTA是Attitude 把它当作是我自己 勉励自己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 太兔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对 没错 然后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因为每事情就会喜欢乱想 所以我就稍微想一下 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自己的LOGO 对 这是QOTA的LOGO C就是 耳机啊 O是脸 T是身体 A就是脚 我觉得这还蛮屌的 对 好 所以大概简单讲一下自己以后就是 还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就是Mapop 人力 我们是属于人力资源管理公司 简单来讲就是所有跟人有关的买卖 我们都有做 对不管是像一些 小像我以前在台中做招募的时候 不管像小的是PT公主生 或者一些行政助理啊 电话客服到Sales 工程师等等 我们都有在招募 对啊 那 我们家的话基本上 大概成立了一甲子多 在美商卯华 然后大概 你看到全球大概80几个国家都会有分公司 那 大概全球也算是500大企业 稍微待一下 对 毕竟 不是身为公司的发言人 不能都随便代表公司讲任何东西 所以今天主要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验 那 为什么会有一张7-11的一个照片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放上7-11干嘛 对 因为 因为那个 国军人跟我讲说 今天来分享 跟大家提醒 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当初是透过什么样的原因 会进到这家企业 对 那我会进到万宝华 就是因为7-11 好 为什么说7-11 就是我大概十年多前还是 就是那时候台中分工 台中分工师刚成立的时候 他找一批公读生 大概四个 我就跟我 我就是在那个我们学校的BBS上面看到 就说有找那个7-11贴标检查的那个公读生 我觉得还蛮有兴趣的 因为我在被退学的期间 我就是去7-11做大夜班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7-11的极优工读生 所以看到7-11就特别有亲切感 每次这样叮咚 就会觉得 像回到家一样 对 所以看到这个标题 他要找跟7-11有关的工读生的时候 我就想说 好 我去来看看好了 那 我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有接一个专案 接一个专案 它就是 因为那时候烟酒法令有改变 所以我们要去检查 像那个秋雅美酒 它上面的那个标签 有没有更新 如果没有更新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贴上新的标签 如果也是更新完了 那我们就是请 他帮我们盖个电章就好 这是全SEN7的一个检查 那 我们四个工读生 那个时候 在台中分公司负责的范围 包括台中县市 虽然说现在就是 和平叫台中市 然后 南投 云林 彰化 但是因为我们四个人做太快了 所以帮新竹工公司做了一些苗栗的部分 对 那 这个东西是 蛮特别的 就是说 我这也是 为什么说这个是为我 后来进到MainPow的一个 我自己认为算是一个关键的东西 就是 我们做事情都要有所谓的方法 对 像不管大家公读也好 或是一些 我们现在 我的实义生也好 就是大家常常有时候都会觉得说 嗯 好 把主管交代的事情去做完就好了 但是 我觉得大家思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想说 怎样可以把事情做好 就像刚刚这个例子讲 我们要负责全省的Seven 要去同路去检查 但是当我们拿到资料的时候 我们只会拿到Seven的店名 电话跟地址 电话我忘了有没有 就是有店名跟地址 那 正常来讲 大家拿到地址可能 诶 也许有的那个 比较好一点 他可能告诉你什么区 可能比较 有的会没有区 他只有录名 那 正常的人在分 OK 好 你一张我一张他一张 或者是说好 一次我排序一下 好 中港录你的 或是好 那边新录你的 中小中录我的 然后就这样 一条这样撒下去 那 我们那个时候有 稍微做了一些东西 就是 第一个 我有先上Seven的网站 我把中部地区的Seven的名单 全部先列印下来 比对一下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我怕我去这间店的时候 诶 他可能搬家了 或收掉 可能资料太久 然后第二个 然后有一些新开的 他没有列出来 像我多去一点 可以多赚一点钱 所以我就先上网先查一下 那查完了以后呢 就是 因为我后来到 大一大学是念工业工程 工业工程的学 这边有念公工相关的吗 好 没有 好 工业工程做什么 工业工程我进去的时候 系组一开始说就是 呃 我们毕业之后 就是可以去做厂长 对 要做厂长 对 所以因为工工基本上 我们就是去学习一些 这样用有效率的方法 去做一些流程的改善 或是什么东西 就是做一些有效率的事情 所以 我们不喜欢浪费时间 虽然说 呃 我医生都常常会说 不然你每次很常讲话 都讲很久 这是一种时间的浪费 但是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效率 对 就是我们那时候 后来就是有 把 所有的那个 中部的那个点 我们去买了地图 然后把所有的点 门室这样点点点点点 点出来 然后切成四块 我们就四个人一眼去分 用这样子的方法 会比你直接走一条路来的快 因为假设你今天走这条路 搞不好转角 五公尺 就有一间门室 但是他的底子 觉得不是在这条路上 你可能就要从这条 啪啪啪啪啪 这样跑过去 另外一个人这样 啪啪啪啪 这样其实就是 还蛮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四个人那时候 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所以就 做得还蛮快的 所以那个 绩效好像就是全神最快 所以 甚至那时候 新竹分公司 在苗栗以南的地方 就是可能 做起来会有一些辛苦 他就说 可不可以请那个 我们台中的公主生 帮忙做 所以我们也帮他做完 然后再分享一个 比较有趣的东西 就 我那时候第一次到manpower的时候 好 那时候大四 然后 我认为那个时候 我的服装还蛮特别 我穿了一个粉红色的converse的 魔鬼站的 那个 帆布衔 然后一个耳装筒 一个格子短裤 白色的T恤 薄蓝色的百里式可乐背包 然后带了一个 绿色斑马纹的叫狂眼睛 然后 披头 但是这边绑了一撮 金色的 对 那个时候经理觉得 这个哪里来的 然后他就问找我去的那个 诶这个你哪里来的 然后 我也不知道 啼啼啼音真的 对 然后 每次出去在指引 因为 工徒生出去工作 基本上 雇主就应该要 夹绑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一定要夹老保 所以 我们经理那时候也 每天就来 诶 你今天有没有要出去 然后说 有啊 但是声音就 有啊 对 你在干嘛 睡觉啊 现在下午两点 你们还在家 说 24小时 现在太阳很大 我晚上再去就好啦 所以我那时候 所以他 开始一直都觉得说 每次打电话给我 都在睡觉 当然有没有办法把任务做 但是我就觉得 因为那时候暑假嘛 夏天 太阳非常的大 神经病假在白天在期末 在外面跑 24小时的 我下午三四点出去 凌晨两三点回家 我一天可以跑很多间 又凉快 对 然后又可以把任务做完 非常好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样 他可能觉得 还蛮有效率的 加上很多 其他的一些专案 对 所以这个可能是后来我 毕业之后 因为也 好 对 那可能就是后来毕业之后 就一直有 有在联络 他就有问我说 欸 会不会有兴趣想要来 对啊 虽然 欸 怪怪 好可能他在提醒我说 不要讲太久 时间快到了 对就是 呃 因为像比方说正常来讲 我们念工业工程 大家可能都会去园区 做一些工程师 那 欸 可是后来我做的这一块 就是比较 跟我所学没有太相关 但是 也不能够说完全没有相关 因为像我后来也有接一些专案 我比方说之前有做过像一些 某西班牙服饰品牌夜间铁表的专案 对 不能够随便把客户名称说出来 那 那时候我们就是做一些效率的东西 因为他是属于 刚刚有提到他是做 欸 欸 那个方文一下好 不好意思 就是说他有说到他是做那个夜间铁表 因为比方说这样讲 他 我们假设一个人一个小时可以贴50件 那 一天8小时他就可以贴400件 那这个客户呢 因为他进货量非常的频繁 假设 就是一天进个8000 进8000 刚刚讲一个人一天可以做400 那我们可能需要20个人 那如果今天需要1万 可能就要20个人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跳脸 大家做工资 有人在做工资 曾经认证工作 算了不想去就不见了 可能会有 可能没有 也许你们的 本来当天跟你一起去的人突然不见 你就会变得比较累 对 所以如果今天是需要20个人 8000件东西 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来的话 可能剩下19个人要多做那400件的东西 如果两个人落跑没有来 可能剩下18个人要多做那800件东西 会非常的累 所以我们就会去做一些品质的控制 然后当然也包含说在流程当中 流程当中 我可能稍微教一下他的一些动作 去做一些改善 或者是我东西的位置 稍微配置有一些不同 它就可以提升我们的效能 这样大家就不会太累 所以这个是在 我后来有接触到一些 专案的一些部分 那甚至像包含 现在可能就是有 带一些忽然的实习生 对 那100多个可能也是会 有时候会跟大家聊聊 就是告诉他们说 你不行这样做 不行这样做 要怎么去调整 怎样做可能更好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成就的部分 那其实刚讲这么多 就是说很多事情 就是今天当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 东西就是说 怎样做可以把它更好更有效率 去多去想一些事情 多去想多思考 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就像如果大家有稍微 稍微有看 就比方说这次创文物 它的一些人物介绍的部分 我后面有提到一段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态度很重要 Cost of the Atom 2 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比方说 一分的态度 一分态度 它可以战胜99分的努力 它可以影响你99分的过程 那它可以 我想一下 它可以 决定你99分的结果 甚至成就你99分的完美 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可能因为现实环境因素 比方说老板的预算也好 遇到不好的主管 或是怎样 同事很怎么样 或者... 很多事情可能是你 没有办法自己去掌握控制的 但是态度是唯一一件 你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 你想要怎么做 怎样把它做好 那怎样可以有效率 做好所有的事情 这个是大家可以掌控的 这个是今天来分享的时候 可以送给大家一个东西 就是决定好你自己的态度 做好所有的事情 对 好 这个 这是我画的东西 好 借我一下 就是 我今天没有带礼物来 但是我之后可能可以准备一份礼物给伯君 就是看大家 比方说这个图好了 Cota Bank 有没有人知道Cota Bank 那个Cota Bank是什么 有知道的话 我就可以送一个小礼物 然后直接没带来 之后大家可以来找伯君领 有没有人知道Cota Bank是什么 什么话 没有人知道想送礼物送不出去 人体知道是什么吗 好像只有你知道 你如果忘了 紧张 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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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哪个 安全库存 什么安全库存 好 Bank是银行 没有真的有一个银行 叫做Cota Bank 大家如果有印象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那个 有个银行叫做三信商银 我只是把它K化掉,變成一個D,然後控場的樂團 好啦,這只是一個有趣的一個東西 好,謝謝大家